美中贸易紧张升级美国务卿 陆声称开放是个笑话 美中上周户计关税措施 贸易紧张升级之际 美国国务卿旁培欧18日在一场活动直说 中国大陆声称开放与全球化 只是一个笑话 旁培欧18日在底特律经 既据乐部发表演说时 提及美方对大陆采取的关税措施表示 过去基州中国大陆领导阶层一直声称开放与全球化 但这只是个笑话 旁培欧并指 大陆政府是当今世界掠夺性经济手段最为严重 这是个早该解决的问题 旁培欧还说 美方要强硬对待外国采取任何会损害美国的做法 无论是透过窃取智慧财产权或强制技术转移 危及美方的技术领先地位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是主要肇事者 这是前所未有的非法侵占 他说 上周四才提醒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不是公平竞争 旁培欧并表示 中国大陆从事美国企业绝对不会采取的举措 就是利用投资施加政治影响并操纵竞争对守国家 美国有义务透过外交尽力应对 旁培欧在川金会后路续访问南韩与中国大陆 14日赴北京会务习近平外交部长王毅等人 美方15日便宣布 基于大陆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与技术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将对自大陆进口总值约500亿美元商品 克制25%的惩罚性关税 中方随即寄出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的止税措施 且美中双方之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